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来宾 国安战略专家崇文贾教授 大家好 前大使民众党大陆事务委员会主委赵林大使 哈啰大家好 中华战略暨兵器研究协会研究员 林花旧华之松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军情航空网站主编石校伟小学兄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安 好今天首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跟骇客有关的 就是美国政府呢他们最近发现 上个月底呢有大陆的骇客入侵 华尔街日报在7月20号 他们报导说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还有国务院的亚太驻卿康达的电邮 也被中国大陆的骇客入侵 而这个网路攻击这个网路骇客呢 那么碰到了之前这个布林肯访问中国前后的这个敏感时机 所以呢有美方的官员就形容说这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攻击 虽然说根据报道显示呢 那么美方的情资是显示说呢 这个被骇客入侵的资料并不是机密资料 但是呢专门挑选负责美中关系的官员 似乎呢是没有锁定布林肯 可是打探官员访中的计划 还有包括对中国政策内部的讨论 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现在传出了康达还有伯恩斯呢 都是被害最高层级的国务院的官员 而在之前呢也传出了 Rimondo也被骇客入侵 当然我要问的就是说 是要想要掌握什么样的资讯 这个骇客入侵 还有知道了这些内容对于谈判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战友先机呢 还有最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时候这个报道出现 因为会让人联想到之前中美这个气球事件 文教老师怎么看 其实呢他要什么资讯 当然是中国想要的资讯 那我想这次不管是这个 美国的商务部长Rimondo 或者是这个大使伯恩斯 或者是亚泰这个租金康达 他三个人呢陆续就是受到骇客攻击 那我想说呢这个 他是从电邮来进行 当然是要透过联网嘛 网继网路 那这样中国呢 其实他现在刻在用所谓的一个 刚刚我讲的外科手术式的攻击 因为是点对点 点对点的来 已经设定好要哪个这个 他的电脑里面去做一个 针对性的 针对性的 他植入后门 然后当然后门就会启动之后 就会从他的电脑里面窃取东西 那我是觉得说就美国呢 他现在这么的一个治安 这么的一个清楚的国家 因为我想之后门呢 已经一二十年来的历史了 其实每个各个国家都会保持一定 非常这个高度的一个警戒 比如说我是这么认为 我这么认为 其实像美国这个高官 他们的电脑一定 不管是他这个所谓的联网用的 跟这个行政主机一定是分开的 一定是分开的 所以我觉得他能窃取什么呢 我觉得是存疑 那此外呢 这个有关他要拿什么东西 如果说他真的是能如愿拿他的东西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要去了解一下中国 现在所面临美国 他的一个不管是外交军事经济的一个威胁 他了解说他们的政策是怎么样 此外呢 他可能要去收集他个人的隐私 或许从里面可以找到一些 不刚好的东西 他可以来进行一个威胁 进行威胁 那此外呢 当然就是还有他的什么有什么类似犯罪行为 他可以来进行所谓的 就是也勒索等等这些 那所以我想呢 这个中国呢 对这个国外的政要的这个渗透是无孔不露的 那其实这个地方也要提醒了 我们这个政府部门 其实我们在使用电脑的时候 一定要分两步一步是上网主机 一个是行政主机 这样才能确保呢 这个中国呢 对台湾也好 美国也好的 他的这个网路攻击 不过资安啊就讲到说是网路使用习惯也是很有关系的 不过像你看到像美国不是前总统川普 还有包括拜登不是也把资料从白宫带走吗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 会不会是一种网路的使用习惯使得骇客有机可乘 但也在关心就是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气球事件 嗯 对不对 是是是也有可能 因为平时这个东西网际网路呢 毕竟现在是可以无眼活戒的嘛 那这个气球呢 当然它也是无眼活戒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它是我们可以联想呢 跟这个美国这个间谍气球做一个有效的连结 OK 这样子呢才能够提醒呢 美国呢要更要更加注意 我们后续再来观察 但是中国大陆的电子资讯战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华学生你的了解 好 中国这个资讯战的这个部队啊 叫做6139部队 在上海普通成立 那么这一次呢 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情治单位啊 查到中国的一个骇客叫 雙0558这样一个骇客的这个入侵 那么入侵里面总共入侵都有 25个这样的组织啊 骇入美国的相关的这个行政部门 商务部长Raymondo 然后这个助亲康达 然后驻美国的这个 驻中国的大使这个 博恩斯 这几个都非常重要的这些政要 那么都被侵入 表示中国的这个资讯战里面的 骇客的这个入侵的这个程度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么从这里来看的话 当然也就是说他这个骇客入侵啊 至少基本上他的资讯战里面 是从行政部门 乃至于到外交部门 乃至于到军事部门都有入侵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我认为啊 中国的这个资讯战啊 那么他除了打网路战之外 也在借由网路的这一个 深入的这种骇客啊 造成一种心理上的一个负担 造成行政部门的一个 作业程序的这个混乱啊 混乱整个行政部门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要特别防范 我们台湾呢 因为现在看到 台湾在去年成立世卫发展部嘛 数位部编列超过200亿的预算 但是也被外界质疑过说 资安管控不利啊 台湾尤其在国安相关的资安维护 您觉得挡得了吗 我们的这个数位发展部啊 由唐凤来主持 那么编了那么多的预算200多亿 可是呢我认为啊 这个数位发展部到目前 程序虽然不久 给我的感觉啊 那么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一个 这个数位发展的这个作业之外 有一大部分啊 是在做跟他业务之外的这种工作 当然我没有绝对的证据啊 但从相关的资讯跟报纸来看啊 不排除啊 有对相关的这个敌对政党的相关的一些 细微的动作啊 做出比较不利的这种动作 是有的 另外讲到这个数位发展部 我们要成为国军成立了支通电网军 这个部队其实是我们要注意的 这个部队啊 在第六军团 第八军团 第十军团指挥部啊 都相继成立 另外在金门等外岛部队也成立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部队 如果配合数位发展部来 对中共进行相关的这个资讯战的话 我认为这是应该的 但如果对其他的这个行政部门或相关的政理 进行骇客或者是资讯作战 那我认为这就不应该 好 我们说这个情报或者情资啊 如果是重要情报的话 跟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啊 那就来看 这会不会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漏洞啊 英国在19号他们宣布 对五个国家取消免签证入境优惠 哪五国呢 包括了宏多拉斯 多米尼克 万纳杜 还有纳比尼亚以及东地汶 原因是英国情报部门 军情武术呢曾经提出警告说 中国大陆的间谍可能会透过购买他国的国籍 包括刚刚提到的五个国家免签入境 而且在英国合法停留 最长可以到六个月的时间啊 这可能会是一个间谍活动的漏洞吗 如果是怎么防 其实当然这个东西啊 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来说 早就已经注意到大陆运用这样一个方式了 比如说最简单的 那个大陆那个收回香港以后 那如果说今天大陆希望派什么人对不对 出去的话 他就可以透过就是说让他能够获得一个香港护照 因为其实在中国大陆来说 他的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护照 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并不是免签证的 其实你如果说今天把中国大陆护照跟台湾护照 拿去在世界各国跑来跑去的话 你会发现台湾护照真的比中国大陆护照其实好用太多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免签的国家跟地区有150几个 他们大概是跟我们刚好相反 所以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他自然而然还是有很多这种人员 要到世界各地去工作或活动的这样一个需求 所以像最早可能就给他一个香港护照 因为香港护照跟中国大陆护照两个是分开的 那这个时候拿了香港护照的大陆人就可能到世界各地去 我其实是这个香港人啊 我不是大陆人啊 那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可能就因为这样而得到一个掩护 那同样现在你可以看到 像宏都拉斯 多米尼克 万拉杜 纳米比亚跟东地问 那这些国家呢可能他们因为投资移民 或者说是要在这边成为你的国民 或规划到你的国民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像你如果说跑去什么日本啊 那你要花的时间就长而且钱又要更多 那像这样如果你透过这样的这个方式 然后等于某种程度来讲 你可以说也可以说这个喜之恩分嘛 你可能从原来大陆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国籍 就换成这五个国家国籍 就换护照啦 那我今天拿这五个国家护照 你原本英国就对我 或是说什么西方国家 一些国家对我这几个国家就免护照 那这个时候我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就可以让我需要去进行工作或活动的人 更方便进入这些国家 那当然的确很难防 不过但是也有一点 就是说你说这些人要真的能够渗透到 什么这种重要的这种军情单位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本身像军情单位 他们在做所谓的身份查核的时候 就会你这个 那你原来他就会调查你原来的国籍是哪里 就发现你拿这个护照 其实才不过短短的一小段时间嘛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在这个关口可以设限 不过但是不可否认的 这个的确是对于大陆来说 很多人他可能是有一定的经济程度 或者是有需要派出去工作 活动的这些人呢 借由这样一个方式 的确是可以更加容易的进到 包含像英国或是欧洲啊这些啊这个八达国家 是 或者像我们看这个谍报片里面就是如果真的是潜伏的话 你不可能是说一潜伏之后就立刻有动作 起码都潜伏的超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十几二十年都有可能 不说到英国 我们来看英国国安 国家安全法在11号正式生效 外界的分析就说呢 这是剑指中俄两国的威胁 要来避免 那么这个新的国安法呢 目的是提升其他国家对英国执行恶意或敌意活动的难度 包括就是我们提到间谍活动 政治还有其他领域的干预 暗杀破坏基础设施 还有假讯息 网络攻击等等 而这个外国干预是首次在英国变成了刑事罪 对于投票言论自由 及公民基本权利呢 进行干预都属于违法行为 我们刚刚看到说有分析认为 英国的这个国安法呢 主要是针对中俄的威胁 还有政治上的干预 但我要问的是 特别请教大使 我们在批评中国 因为他们也是动辄祭出国安大旗 那我们怎么看 像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 他们国安法未来的执行呢 我想这个问题 我先从这个两个层面来探讨 第一个就是说 英国跟中国的关系 最近这几年是显然是变得比较差 因为原来在最高条是在2015年的时候 那个前任首相卡拜隆 去访问中国大陆 被习近平亲自接待 那么当时的财政部长 英国财政财相 就说现在这个 我们英中关系是一个黄金年代 是一个黄金年代 用这个非常赞美的这个词 那么可是现在英国换的首相 叫苏纳克 这个印度裔 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很中文化的名字 叫辛伟成 辛苦的辛 伟大的伟 很诚实的成 他想作为伟大的首相 因此他很诚实的讲话 他在去年的11月 发表首次的这个外交政策演说 就特别强调说 他中英关系 就英中关系 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还是呛下他的前任的 他说现在这个想要 既往说透过贸易关系 可以改变中国出现 所谓社会或者这个政治改革 是一个天真想法 所以因此英国不能再用 华丽的字眼去形容中国 而且要用强而有力的实用主义 去看待这个英中关系 所以第一点 英国这个首相是在任内 开始对中国采取一个比较严格 而且一个很有条件性的一个关系 当然这个苏纳克在这个发表演说之前 他们同党的鹰派 希望说他用这个威胁 两个字来形容中国 因为他在去年 在竞选他这个保守党党魁的时候 演说的时候 就曾经公开的呛 这个谴责中国是一个威胁的 可是他在当然首相之后 他就不再用威胁这个字 他还是说跟中国关系要持续下去 可是又保持一个监督的一个态度 所以英国跟中国关系 开始有点直辩 那么而且去年G20印尼开会的时候 那个苏纳克跟习近平 不像一些国家跟习近平进双边的会议 苏纳克没有 英国没有 英国只是跟习近平 在会场里面打个招呼就折掉了 所以本来是一个非常有距离的关系 目前关系看起来不是很亮 不是很热络 是一个冷的关系 像刚刚前面提到M16 这个军情16局 他们也在那里开始 比较英国社会 尤其对中国对这个俄罗斯 俄乌战争 当然是让英国对俄国很不满 连这个牵连到中国 他认为中国是俄国的帮凶 两个一丘之鹤 因为同等对待 同时代表英国现在这几年 对俄乌跟中国的态度 显然是follow美国的路线在走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环运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 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对于这个制定国安法的这个国家 他到底未来如何认定 这才是一个关注的 解释问题 解释问题 其实美中的对抗 那么也使得现在的印太局势 成为全球的焦点 最近看到这个美国的参谋首长 联席会议主席Mili 他罕见的接受了日本媒体的访问 7月20号他就特别提到了 日本自卫队的作用 他认为日本自卫队不仅对台湾 还有对太平洋的所有紧急情况都很重要 而且又再度的提到了所谓的MDTF 什么是MDTF呢 就是这边多领域特遣队 为了对抗中国大陆的威胁 那么他希望能够把多领域特遣队 部署到包含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 这边补充跟大家说明一下 目前美军有三支多领域特遣队 两支是部署在美国境内的华盛顿州 还有夏威夷 那么另外还有一支是以德国为基地 现在部署在日本 如果这个成真的话 未来又要部署在日本的话 我要问的问题就是 日本能说不吗 好 如果说yes 那么岸田政府考量的会是什么 文贾老师 其实刚刚何龙所讲的 就是多领域的特遣队 我先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部队呢 其实是美国呢 针对中国他最近在做一个 不管是他对霸权扩张 或者是对美国的反介入跟区域制 是最有用的一个战略的部队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具备了所谓的有通知电 还有情报跟火力 那基本上就是夹宅的就是陆海空天电网 他是一个联合作战略的 对中和型的 而且他是一个什么执行战术跟战略 其实最有效的部队啊 所以他一旦来放到日本显得意见呢 凸显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东亚的局势是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是不安全的 所以美国呢 他希望把这部队能放到日本来 那就一个岸田政权而言的话 他认为呢 其实也不是只有他 其实从1945年到现在已经74年了 其实他们在乎的是什么 在乎的是跟美国的一个美日同盟跟美日安保 那因此呢 如果一旦美国要放的话 我想岸田他考虑的部分 他当然必须得放 他也无从选择 只是他考虑的是说第一个 是不是他有足够的这个资源跟保护 还有他也要尊重这个国内的老百姓的民意 因为毕竟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日本对台湾 现在台湾有事都非常保守的原因来自于 因为国内的反战 此外呢 他也怕中国的一个和威者 甚至他去联合北韩跟俄罗斯来做一个 如果说一旦台有事 他会去 这个他会调动北韩跟俄罗斯来牵制 这个日本跟美国 因此在整个综合起来呢 他也会去做一个通盘的考虑 所以因此呢 他现在趁着他 现在在内阁里面 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度 我想他一定会把这个国家安全会来首位 也来呼应他去年12月16日 他发布的那个所谓国外三文件 所以来更有效的呼应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 应该是这个两岸原胜提不住 轻咒与公关通山 最后还是会部署 对二年来说 其实他要考量就是 当如果真的部署的话 他的pros and cons 就是他的优点跟他的这个缺点 那当然这个进一步想请孝伟兄 带我们来了解 这个部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部队 刚才文家老师 略略提到了一些 他如果这个部队 部署在日本的话 就战略跟战术上的应用会是什么 他这个东西 其实是美国在2017年 才提出了这个新方向跟想定 他主要是针对大陆现在 已经开发的这个A2AD 就是反区域拒止能力 等于说美国要透过这个 多领域特遣部队 他其实本身你看 他叫那个Malty Domain 然后那个Task Force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 应对多种不同的需求 而设立这样一个特种部队 他本身其实还是由 这个陆军本体的这样一个 因为以陆军来讲 在夏威有个第25清步兵式的 两个营在那边 那这个是原本美国就在太平洋地区的 一个快速反应部队 那他借由这个快速反应部队 在强化他的这个作战的这样的能力 譬如说增加了这种火力的投射 或是针对这种可能网络 或是这种甚至于太空战 所需要的这些装备 另外再强化这个原有的 这个25清步兵式这两个营之后 让他成为这样一个多领域的 这样一个特遣部队 然后能够随时的外派 跟快速的这个机动部署 因为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 反区域拒止能力 很大一个部分是来自于 它的这个东风系列 这样一个飞弹 这个东风快递 那另外呢 其实如果就是说 当中国大陆快速的在 西太平洋的冲突中 占领一些这种岛屿 譬如说可能是日本的西南诸岛 或甚至于进攻台湾的话 占领了台湾 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 占领一些桥头跑 或是在这个战场 还在发展这个状态下 那美国如果来 美国其实当然 并不一定就是说 他一定会来 其实说真的 他有这个东西 我也不认为 他一定真的一定会来 但是至少他会为 如果未来需要去介入 那个反区域拒止 反反区域拒止的时候 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部队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为了针对 反反区域拒止而设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有各种的应对 现在中国大陆在反区域拒止 反区域拒止的 这个强项的部分的一个反制 比如说用他那个 火力投射 另外反拦截这个弹道飞弹等等 他都会把它综合在 这个多余特遣部队里面 OK 美国真的很在意 就是在印太地区 现在他们的战力如何 我们来看到是拜登 最近提名太平洋舰队司令 帕帕拉罗要来出任印太司令 因为现在的印太司令 Achilino将在明年退役 那我们就来看 即将要在未来接任 这个印太司令的帕帕拉罗 他是59岁 出生于海军世家 现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而且他是飞行员出身 飞过F-14熊猫战机 跟F-18大黄蜂战机 累计飞行时数超过了6000小时 超过1100次 成功降落航母的经验 他是有实战经验的 美国印太司令部他的管理范围 占了地球表面52%的地区 你可以看到非常大 包括中国大陆 日本 南北韩 台湾跟俄罗斯在内 一共管理38万名官兵 总部是设置在夏威夷 好 华尔街日报说 其实也有内型人士 我们刚刚讲到日本了 华府有提醒日本政府 应该要谨慎地去思考 日本自卫队在台海问题当中的角色 但是并没有获得日本政府 任何的具体承诺 所以刚才这个夏威夷也提到了 就算部署好了 那也不见得就会介入 这是重点 那么现在日本政府的主流意见 到底是怎么想的 大使您觉得 还有岸田他到底想的是要交换的话 是要交换正常国家化吗 我想第一个先很快回答 这个所谓正常国家化 这还是还远的很 跟这个问题关系并不大 我先回头讲 这个从一般的我们社会大众 也了解一下 日本它的外交政策的性质 它是跟着美国走 过去在上个世纪 美国想跟中国建交 跟台湾断交之前 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 各位都知道 基金集跟着一起去 当时日本看到这个态势 所以日本开始田中角龙 就率先跟中国先抢先建交 美国还没有建交 日本先抢 美国迟早要走的 我先走 他跟着美国走 现在当然这几年 从川普时代开始 原来的安倍前首相的政策 也是跟着美国走 对中国政策 那么川普时代过后 现在拜登最近这两年 就这一年开始 拜登开始想要来 approach一个 所谓跟中国和缓的关系的政策 所以日本也看到这个风向 他也开始要 所以我问他 为什么他怕这个 为什么他没有给美国具体答复 说白了 说的白话一点 就是怕中国的反应 所以在历史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有脉络可循的 第二个就是安倍的时代 很有名的话 台湾人耳熟能详 人人朗朗上口 台海有势 就是日本有势 那么这个政策 其实现在 在日本内部 也是引起两极化的反应 再走起来很具体一点 所谓这个日本 刚离任不久的 这个日本的驻台副代表 他也思雅跟我讲过 他们对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 他们最大的考量 第一个 就是要撤出日桥 他不是要来帮助这个 我想很多人大家都知道 这已经不是新闻的 在这CPTPP 日本也在很保留态度 所以顺着大使您的分析 我们总统来看 华学兄请教一下 从美军的这些印太相关的人事规划 跟布局部署上 看到哪些战略思维 帕帕罗这个人事的部署 我们先来看 迷你乡亲特别在7月20号 罕见接受日本媒体的 这个访问 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 未来要对抗中国这个威胁 那么必须要 希望能够派一个 多领域特遣部队的部署 到亚洲日本的附近的地区 那么这个人就是帕帕罗 他原来是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那么明年的这一个 救了这个司令就要退休了 那么拜登在7月21号要提名这个帕帕罗将军 他曾经飞过F-14熊猫 飞过F-18的大防空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海军出身的飞官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 就是他除了对海军的这个军事部署了解之外 也对海军的这一个战机的这一个起降跟操作 他是非常熟悉的 这个就符合多领域特遣部队这样一个特性 那么这个太平洋印太司令部 他同管的地球表面 百分之五十二这样一个这么大的面积 包含了大陆 包含了日本 包含了南北韩 包含台湾的俄罗斯 同管的三十八万部队的这样一个官兵 所以从这个部署来看就可以看出啊 拜登在这个太平洋地区 特别针对亚洲周边地区啊 那么要形成一个军事的重点 所以必须要派出多领域特遣部队这样的将领 来指挥这个部队 也就是从这个乌克兰战争当中 印证到多领域多科技部队的这一种 不同层次的战争的这个发生啊 所以必须要调整这样一个战略的这个措施 OK 理解 好 等一下回到环境权世界呢 我们要继续来关心啊 就是一带一路已经迈上十周年了 那么这个十年来在体制上有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稍后带您关心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环境权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带您走进全世界 好 回到节目来带您关心的 就是中国大陆呢 一带一路迈向十周年啊 在体制上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先从数字来看啊 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额被超越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大陆在2009年是超越了加拿大 我们来看到这个图表当中的蓝线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曲线 那么这一条在最上面的这一条啊 这个紫色的线呢就是加拿大 在2009年的这时候呢 那么首度的是超越了加拿大 成为美国的主要进口国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眼镜呢 最近被超越了 超越它的是谁呢 是墨西哥 美国商务部呢 2023年啊就发现到说 2023年的美国一到五月啊 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商品总额降到了1690亿美元 比起去年同期减少大约25% 而中国的这个商货呢 占了美国进口贸易额的比重呢 也比去年下滑了3.3% 降到19年来最低的13.4% 所以各类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都呈现下滑的趋势 半导体的进口额甚至是出现了腰斩啊 美中的政治角力 现在还在持续当中 当然脱不了的就是经济决定论啊 刚才看到了一些数据 那么如果以数据作为佐证的话 当美国的最大进口国 这个来源国不再是中国大陆之后 可能会产生什么变化 我想请教大使 还有这样的结果 您觉得未来有可能会逆转吗 我想应该是目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因为当第一个这个中国 这个对美国的出口的减少 那么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受了这个脱钩的政策影响 美国的decoupling 那么尤其这个半导体啊 过去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中 专导体占了很大的一个比率 目前说起来很多 相对的 所以加拿大跟墨西哥 目前他们三国的这个出口量 虽然有互为这个消长 但是差距并不大 实际上墨西哥是15.4% 加拿大是15.2% 中国是12.0% 那个差个不到5%的比数 那么加拿大跟墨西哥 因为受惠于在这个川普时代 他把过去这个美 不是美加跟墨这三国 都是北美的国家 都是过去的NAPTA 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 这三个成员国 那么川普时代 把这个NAPTA又重新再版 更新版 强化它的内涵 所以因此在这个新的NAPTA 版本执行之下 这些年来 所以像加拿大跟墨西哥 它目前所谓进口 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是以零组件占大宗 零组件 那么尤其墨西哥是 墨西哥销到美国的东西 基本都是made in America 都是美国投资在墨西哥的工厂 回销到美国本土 那它的零组件的比率相当高 但对美国出口的40% 那么加拿大 而是25% 都占相当大的比数 所以这个零组件 销到美国 是因为目前这个战时的现象 当然现在美国 现在decoupling这个政策 越来越受到很多 国际人士的一个批评 包含欧盟的 资务自卫会主席 范德兰 也表示说他不赞成 那么最近前不久 去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 财政部长叶伦 他也公开表示 对这次有点保留 他表示这个势头 还是呼吁跟中国进行一个经济 不能说是decoupling 但现在有的新的名词叫 叫de-risking 不过就是 it's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就是一个名词的转换而已 中国的著名大使谢峰 他最近在美国智库 阿斯本研究所的安全论坛上面 一对一的访谈当中 他也提到 他说中国不希望发生贸易战 或者是科技战 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晶片业 实施更多的限制 他也画风一转就说 如果是又寄出更多的限制的话 中国肯定会做出反制的 谢峰丹 他是外交的高手 他是外交官员 他并不是主要负责经济的 但是我们说从下半年开始看 美中现在 频繁的接触的状态来看的话 中美两国竞争 那现在主调会是暴富 还是接触谈判呢 因为我们也常常讲说 不管是中还是美 都在玩两手策略 但是下半年到底是软的多 还是硬的多 这个问题我先讲结论 我的结论就是 谈判接触大于暴富 非常微小的暴富 第一个我们先来讲接触 从五六月到七月 这三个月以来 美国派出到中国大陆的 这一些重要的官员 太多了 我举这几天 派了这个季辛吉去 这件事情来谈 季辛吉已经一百岁了 一百岁的人坐飞机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那么这当中 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一百岁的这个人类 到目前还奔赴在 中美这样一个战场 是中国邀请他呢 还是美国派他过去呢 我认为这个都是要互相协商 互相谈判出来的 绝对不是说他自己去 或者是中国邀请他 我认为不是 主要的瓶颈就是在 外交上产生瓶颈的 经济上产生瓶颈的 军事的这个接触产生很大的瓶颈 所以季辛吉到了中国 第一个见的人是见李尚福 那么这个李尚福 罕见的能够来接见他 当然这当然一定是 一定是协调出来了 所以美国的官员才会有一些酸话 酸语都出来了 不过也是透过经济型在释放讯息 是 第二个接见了王毅 第三个见了习近平 见了习近平这个事情就不是小事了 而且弄了一个很大 很澎湃的一个宴会来招待他 里面有受逃 那中国人这个受逃就表示 他虽然已经100岁过了一段时间了 但我仍然很重视这个事 表示季辛吉这个事情去 就不是一个小事 表示什么 表示美国希望能够透过接触 透过谈判 透过协商 来降低美中之间的这种报复的状况 第二个我认为 所有的报复不外经济的报复 外交的报复 军事的报复 这三个报复如果都发生 那请问是只会中美的损伤而已吗 绝对不是 这两个第一的经济大国 第二的经济大国 这两个大国如果产生了各种报复 危害的当然是整个全世界的弱化 所以从这里来看 刚才的这个结论就验证 季辛吉去的这个结果就让我们告诉我们 报复绝对不是这两个大国必须要做的事 谈判跟协商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不然的话两败俱伤 所以在考量两败俱伤的情况之下的话 就是谈判多于报复 但现在其实不管是中国或者是美国 其实都在考虑自己内部的经济 富比市杂志最近就以中国的大麻烦 然后它作为全球首选制造商的日子可能即将结束 这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题目 他就分析说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 那么目前中国跟全球多数的经济体面临的状况都是一样 也就是说所谓的内温外冷 外部的需求疲弱 复苏的主力 重点做在这个餐饮观光娱乐民生消费这些内需 但是内需疲软的问题必须要赶快解决 关键的政策可能有哪些呢 其实我们看其实这几年来 中国呢他为了这个习近平 为了要他去稳定这个所谓他的政权 然后呢可能就是怕这个 就推进一个所谓国际民退 还有呢这个重军工庆民生 所以导致呢其实这疫情之后呢 其实还没有大爆发 那来源至于是内需的问题 所以我看两个政策呢可以来指出呢 其实中国现在已经了解这个问题 而且在解决问题 第一个就在7月12号 商务部呢等13个部门呢 他推动一个关于促进居家消费的若干实施 为什么呢这个措施的部分 因为居家其实是一个消费之首 包括房子 包括你的居家大家 这个开门的茶医游民家出茶 这个部分他要去首先刺激这个东西 那当然他规定也提到有四个方向 第一个当然是大力提升他的一个 所谓的供给的质量 第二个呢他要积极创新消费的场景 第三个是要改善消费条件 第四个优惠 有这个优化这个消费的一个环境 那他在做这个事 然后此外呢在7月19号呢很特别的 他的国务院突发推行一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你看他现在本来是国际民队 所以他现在要推出这个东西 让无意呢要让这个让大家一个经验说 他现在开始要让这个民营 私营企业 对对对的力道 那因此我看他要打通这个内需的关键呢 当然这两个是我想两个真的是一个强心针啊 你因为唯有这个居家也好 或者说让民营这个私营企业能够再度的抬头 才能够带动整个一个消费啊 那此外呢其实在外部一个问题 就是外部其实刚刚 你就在这个在这个CG也提到了 就说尤其中国他出口的贸易额 现在变少了 变等于是说 他这外部外部对他中国的需求也变少了 所以现在中国他制造世界的工厂地位也不保 所以我觉得中国他还是应该 而且我觉得他很快的 又会回到继续遵守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这个阵营里头来 那您提到一个重点啊 就是外部那就想到说要怎么样去创造需求啊 大家就想到的是一带一路啊 因为已经要十周年了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 前仁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就提到了一带一路 他说一带一路的项目融资在2016跟2017年是达到高峰 之后慢慢减少 未来这个投资融资啊 这个关注的重点呢 包括像是绿色投融资还有应对气候变化 他特别点到说大陆的储蓄率现在是全球最高 在2022年呢占着整体GDP的45.5%啊 也就是说资金非常多 那这么多的钱呢将会成为一带一路的资金支持 还有包括海外投入上面的资本优势 孝雄兄您觉得透过加大对外投资有机会拉动需求吗 当然因为其实现在对大陆来讲他的这个资金其实甚至于不只是过多甚至可以说过剩 其实我们常讲的这个叫烂头寸太多 这个烂头寸太多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跟中国大陆过去强力风控也有很大的关系嘛 因为你强力风控的这个过程之中 人民就是说面对未来的环境有那么多的不可变 所以他认为就是说大家还是把钱存在银行里面最保险 华人应对这种就是各种变动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存钱 我把钱存在那边或者是他把它变成那些贵金属等等 这些把它摆在身上以便随时的这个不时之需 所以其实大概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中国大陆很多钱都流进了银行的这个体系 然后卡在那边没有办法动 那当然也有一些新闻就是说那有一些这个银行就搞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方法 其实让那个民众误以为进去是储蓄结果变成了投资 所以之前也闹出很多这个风波路方线也在管 但是这些都显示了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疫情造成消费减少 导致于这个储蓄大量增加 是现在中国大陆财政部门要去急于面对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他们可能透过各种的那种类似像 一带一路的这种债券或投资的这样一个方式 让大家把钱拿出来然后去投资这些东西 那当然有了这些投资政府才有钱 再到国外区域这些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 沿路上去做各种这样一个转投资 所以对于路方来说如何运用这个利息 吸引民众把钱拧出来 然后让政府有资金可以去做这种转投资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未来中国大陆在金融商品上 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而且就是说它这种金融商品的变化 绝对是由政府来主导跟保障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欢迎回来好在最新选情方面 大家现在关注的就是明天蓝营在7月23号的全代会 而且关注的重点就在于说在全代会之后 是不是能够完全的消除杂音呢 这个全代会呢 就是国民党第21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简称全代会 23号在新北体育馆要登场 那么这个主视觉像是这样子看到了 这个主轴呢就是政党轮替台湾更好 而且聚焦备战总统跟立委大选 明天会出席的 那么在蓝营这边呢 县市长几乎是全员到齐 营造的就是一个团结的气势 不过现在从客观的数字上面来看的话 似乎国民党还没有办法很笃定的说 这个政党轮替他们有非常多的筹码 因为刚刚提到了党内还有一些杂音 说的就是换猴的杂音 所以大家也在关注的是 在明天7月23号这个国民党全代会结束之后 而且确定了就是不换猴 那杂音是不是就因此而消除呢 孝雄 其实当然你对这个国民党来讲 他现在那个台面上一个很大的议题 就是因为现在侯友宜的这个支持率 好像拉不起来 但是我觉得以现在这样一个客观形式来说 你现在要换猴真的会产生的影响 绝对比不换猴还要来得大 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说 那现在要掌握的一个 当然很重要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氛围 就是政党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民众党跑在 感觉起来跑在比这个国民党前面 但是我自己觉得啦 看这个这么多年 虽然说我自己不是跑这个政治的这样一个记者 但是军事也算是政治线里面 你会看到国民党现在的脚步 或者说他的这个步伐 可以说是非常的紊乱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还是在这个内耗中 在耗损实力 并没有针对目前民进党最需要去痛扁的这些问题 对不对 然后提出自己的这样一个主政见 或者说是主要的这样的意见轴 然后往往呢 往往就是现在一些小事情上面 比如像之前的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卫要案等等 事情就现在这上面 然后疲于应付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未来 应该要快点摆脱掉这个换猴的问题 而且明天像韩国瑜也同意 那个要出席这个全代会嘛等等 我觉得这是对国民党来说 是要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的一个好办法 那当然像郭台铭的话 他其实以现在来说之前的这个民调 也说他如果真的也跳下来参选 拉的会是这个科匹的票 而且他大概可能会是四个里面 大概相对来说可能是敬陪莫做了 这也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政治上来讲 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这种变色龙 那会觉得是你这个人讲话 没有办法信守你的这个承诺 然后随时变变变变变 那你将来如果真的上了大位的话 再继续这样不停的变的话 那对于民众来讲会有太多不确定性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说就是要设法 能够对重要议题提出自己的这个 重要的这样的证件跟想法 然后呢让党内凝聚共识以后 我觉得后面来讲 他的那个选举步调才会越来越稳当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明天确定会出席 确实是有一个指标性跟象征性的意义啊 大家在关注说 明天的国民党全代会到底有哪些大咖会出现 那在画面的右上方 你可以看到是王金平呢 他不会去 因为呢 他说半年前他就答应了 答应中部地区的一场大型的祈福法会的主寺 所以他无法出席 倒是韩国瑜刚刚我们提到了 他会出席723的全代会 那么外界也在关注就是说呢 那他跟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也是侯友宜坐在一起是不是代表说这个韩上侯下 没有希望了 没有任何一点的机会了 前立委林玉芳也研判说呢 明天韩国瑜会出现 可是呢也许动作不会太大 因为呢韩国瑜可能会考量 曾经在科批 在他任内的时候呢 当过这个北农总经理 所以呢 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但我也看到最近其实包括了 进办的执行长金普聪 他去了中南部 拜访了云林张派的掌门人张荣卫 其实明天大家关注的就是 到底这个团结的气势 能够营造到多大的程度 现在还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呢我一直想说这个 反正明天是国民党的 他的一个所谓提名大会嘛 我想说就是也很笃定的 就是侯友宜 现在他会代表国民党的 不会换了 不会换了 确定应该是这样子 那此外呢我觉得就想到 其实国民党的总理叫 这个孙中山先生 他的遗嘱说革命三位成功 同志仁虚努力 还有一个讲为谁讲的 团结真有力 对不对 大家要团结 那我是想这部分 就是说其实看起来呢 你看这个 教委是台湾民众 对民众 对但是我们都是想这叫团结嘛 对不对 所以台湾称为所谓的这个国部 那我应该是这么看啊 看这个问题啊 那当然其实就我看起来 像去年的九合一 那选举其实国民党 他掌握了14席的这个县市首长 其实就天时地狱人和 其实这个仗打着这样子 我觉得一个问题就不能团结 不然你想说一个县市首长 他就能掌握这么多资源 对不对 从县市首长到这个所谓的 他的这个这个乡镇 乡镇市区等等这些 他没有弄 就是现在变成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一个字团结 对 那我看明天的这个状况 刚好这个王金平呢 他说他跟神明有约 我说不能来 那这是 所以我想说要来不就来了吗 那用神明有约 那当然其实他有他的考虑 我们也不以资源 只是说明天我讲韩国瑜 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 因为明天的造 被造王的 被造王的 被造王的是侯友宜 所以我想说侯友宜 那个韩国瑜 他大概也不会有态度的动作 所以我是期待呢 这明天呢 其实我觉得声势是很重要的 希望这个 只要去的人 一定都要是很热情 我提到团结啊 就是说 像刚刚文家老师提到 就是说你要团结的话 你必须要整合所有的 非绿的阵营的力量 其实就是在讲郭台铭 郭董 因为7月21号呢 有记者就问郭董说 他当选之后 会不会彻查弊案啊 结果他的回答是说 我民调这么低怎么当选啊 爹不疼娘不爱的 只有中间选民 努力不够啦 所以提着国政牛肉 不够被接受 可是他也没有把话说死 因为他没有承诺 他不独立参选 现在还是有变数 但大家也看到是 郭董有没有可能 真的就是像之前也传的 是说跟柯文哲 柯毕合作 郭柯真的不会有合作的可能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是 只有到时间才能看出来 我想过去的柯文哲柯毕他的名言 朋友越多越好 敌人越少越好 在国际间这样子 在国内也是一样 所以他跟郭董过去是朋友 这基本上还有海市三盟的 一夜的情缘 那么另外 他跟侯市长也是好朋友 过去双北行政所上常常互动 所以我想柯文哲是抱了一个非常open-minded的态度 他这个非常包容的一个态度 所以问题问到说 假如有人说郭董 郭台铭到底在这场选战之中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个人那天听到一个朋友讲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一个比方 他是就像链鱼 链鱼 企业的一个过程就是一来的鱼 鱼一般都不动 刺激大家的动静 一个黏鱼鱼来 黏鱼虽然不是主体鱼 把几个鱼搞鸡飞狗跳 所以你看郭董加入之后 目前的过程还没走完 可是看其他各党的候选人 拼命在这往上出 那当然现在看到说 真的像刚刚大臣讲的 也许在723之后 还不见得看得到完全杂音就没有了 那这两天也看到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他们就公布了这个最新的民调 跟总统大选有关的 其中有一个显示说 20岁以上的受访者当中 提到了郭董 有大约4乘2的人是乐见郭董 这个独立参选的 4乘3的是不乐见的 所以呢也就是乐见跟不乐见 郭台铭郭董参选的人是旗鼓相当 几乎是不相上下的 那么游盈隆就是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呢 他就说这个乐意看到 郭台铭独立参选的人 其实并不是全部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当中他们的分析看到了 包括一群很可观的民众党的支持者 还有中性选民 以及有四分之一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所以可以看到是支持郭董的这些人 组合是蛮多元的 好 那撇除当中看好戏心态的这些人 我想请教华秋兄 真正希望郭台铭选到底的 会是哪些人 然后您觉得KMT 就是国民党的全代会 在举行之后 你觉得郭董的参选动作还会持续吗 这个问题我们先看 郭董那句话讲得非常值得思考 我名料这么低怎么当选 而不是说我名料这么低怎么选 不一样喔 当选跟怎么选 完全是两回事 表示这句话他已经留了伏笔 什么伏笔 当选怎么当选 而不是说我不选 所以他还是会选 有可能 我认为可能性是有 那支持他会想要选的大概两种是 一 三粉 哪三粉 韩粉 一部分的韩粉 第二个 赖粉 就是民进党的事情 第三个 柯粉 这三粉如果他能够把它集结起来 而且有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话 那他继续要独立参选的可能性 就有第二个 台教的人 台教的人很多县市的议长 他尤其中南部的这些议长 都挺他的人大有人在 如果不是这个状况 金小刀也不用远赴到云林去 帮张荣卫的孙女庆生 带了一个蛋糕去 然后席间都没有讲说 拜托帮这个和友媛 没有 这当然就是 但他彼此心照不宣 对 彼此心照不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再回过来看郭台铭 我认为 他不想现在 把话讲死 两个保持弹性 第一个 不选最大 第二个 这么低的民调 我提了这么多的牛肉 都不够被接受 所以呢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 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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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去